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大家好 我相信扭傷拉傷 沒什麼人說沒經歷過 大人也試過 小孩子也試過 一般人 平時動動的人 都有機會遇到這些問題 通常在醫學上 有兩種分辨 一種叫扭傷 英文叫Spring Spring Spring的扭傷 通常就是肌肉 筋腱 或者硬帶 那方面 我們叫折替的組織 圍繞關節 那些叫connective tissue 折連的組織 是受傷的 另外一種 我們叫拉傷 通常拉傷 就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通常 拉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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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小心扭轉 轉身 動動 或者跌倒 通常是導致這些 扭傷 拉傷 但也有可能長期 努力 用得過度努力 也會出現這個問題 一般症狀都是痛 不痛情的痛 小焦痛 有些很嚴重的痛 還有僵緊 這個主要扭傷 拉傷的症狀 當然 如果症狀很嚴重 我們都要去尋求 醫療的處理 不如有時候看看會不會 扭傷的地方可能裂了 是否骨裂的症狀 這可能需要靠X光去看看 但當然 你看那個程度 還有病者本身的體質 有沒有機會可能會骨裂 好了 我問一下 第一 就要看看 環處的地方如何種 還有有沒有顏色的改變 你看看那個患者 有沒有身體的位置 有沒有一種特別的身體位置出現 當然 你問一下 你怎樣弄傷的 什麼時候發生的 還有主要症狀是怎樣 如果痛 問他是哪裏痛 叫他影響痛是怎樣 有些什麼會令他痛 或者好些 或者舒服些 有些什麼其他症狀 或者好些 或者差些 也知道他受傷之後的情緒狀態 都很重要 好了 聽一下病人怎樣說 如果那個病人跟他說 我昨天踢球 不小心扭傷我的足夥 你看看 全部黑黑語語的 藍藍語語的 這個療症是什麼 阿尼卡 OK 生禁車 如果那個症狀 我說我傷了 不過呢 如果我不動就沒事的 動的時候才會痛的 這是什麼療劑呢 就是白蛇根 Rionia 動了才痛 不動不痛的 好了 如果他告訴你 我扭傷我的手腕 但是看上去 又不是很紅 又不是很沒有發熱的 就是普通的溫度 還有呢 如果我把手腕 拿一些冰水 或者冰水去浸一下 就舒服了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Ledum 或者道香 或者叫野生迷迭香 Ledum L-E-D-U-M 就是冷會舒服一些 好了 還有呢 如果那個患者 我扭傷了我的足夥 但是呢 我又不喜歡坐定定的 我還覺得要不斷地走一下 動一下才舒服的 動動會舒服一些 這個療劑呢 是Rootstock 是野角 OK 好了 還有一個呢 他說呢 前幾陣子我玩 玩Candless 平時都玩開的 但是那次呢 就玩得特別時間 特別長 玩了很久的 但是呢 就看上去 又沒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瘀 沒有什麼瘀痕的 但是呢 總是覺得是冤痛的 那這個療劑呢 就是什麼 是Rooter 就是那個 雲香 OK 那這幾個是簡單的療劑 來的了 好了 如果是一個最簡單的指引呢 就是這樣 如果你遇到第一件事呢 遇到扭傷 拉傷 就是 有你沒有你壓力才先的了 OK 那如果發現呢 它這個症狀呢 是動才痛 不動就一點都不痛呢 那這個療劑就是Brownia 就是了 那個白蛇根 那如果那個環柱呢 你摸下去呢 咦 都凍凍凍凍的 又不覺得它發炎 不覺得慶慶的 還有問它呢 發現呢 用冰敷呢 它馬上舒服一點的 那這個呢 就是Lidum 是那個導香 這個療劑的了 那如果這個症狀呢 是基本上呢 是很僵緊的 但僵緊得來呢 那個患者呢 是喜歡整個人去扭一下它 動一下它 才舒服的 坐定地不舒服的 那這個呢 就是Root Toxicodendron 那個野角 OK 那如果是受傷的部分呢 是關連到那些 那些筋肩 或者是骨膜的表面呢 那這個療劑呢 就會考慮呢 就是那個那個 那個雲香 是Ruta 那這個其實呢 是幾種很簡單的療劑的 那通常呢 我們怎樣用呢 都是用一般 是30瓶最常用的啦 每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都用啦 那通常呢 就在三劑之內呢 你應該會見到的啦 那一般來說呢 在24小時到48小時呢 就應該有很明顯的改變的 就是如果你的療劑用得對 一般是24小時 或者48小時 一兩天裡面呢 你會感覺到明顯的改變的 那我說 咦 我還沒有療劑 在家裡沒有療劑 或者我是療劑在家裡 那我在外面扭傷了 那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那當時大家都 一般人都知道啦 運動創傷的醫療呢 第一件事就是冰敷 是不是 尤其是早期呢 就是先冰敷它的 那冰敷可以減低它的肿脹 還有它的發炎 那當然呢 就要休息啦 就是不要再 就是部位那方面呢 就是受傷部位呢 就要休息它啦 那如果需要的時候呢 很可能呢 就是不要讓它動 可能有些人呢 就用一些拐杖先用 總之呢 受傷的地方呢 就不要再去動它了 那也有些人呢 用那些 那些有彈性的冰帶呢 就是包住它 那如果是有 安妮卡 那有些人用那些 那個安妮卡 那些那些 那些膏藥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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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下去的 那或者呢 就可以浸 浸那些射鹽 浸浸那個環柱 或者腳啊那些 可以用Absense 來浸藥 它都可以幫助 那就是這些 基本呢 家庭可以 即是機場可以自己 都可以用下去的了 嗯 那麻煩啊 陳醫生你說的 再詳細一點呢 做治療劑 幫我們是 再分析一下 這樣 讓那些聽眾 可以呢 掌握得好一點 其實呢 陳醫生說的 大概上呢 都是五種療劑 在我的臨床上 在我們的診所 我們遇到的症狀呢 都是這些 五種療劑 可以說八分之九十五都搞定的了 所以有些症狀呢 可能是很久的 可能幾個月之後 才來找我們 但是總之還沒好啊 我們都用這個療劑 視乎它的症狀 OK 好了 第一個療劑 就是那個 生甘車 阿尼克 我常常強調 如果家裡什麼都沒有 你平時呢 出街旅行 任何的扭傷創傷 的療劑呢 都是用阿尼克的 阿尼克的 當然表面症狀呢 肌肉很冤痛 好像語語那種痛 還有呢 很有趣的 阿尼克的患者 很多時候呢 雖然呢 他就扭傷了 受了傷呢 但他通常那個 情緒呢 精神狀態 都說 沒什麼的 沒事的 不用理了 但你知道他呢 他就痛得很厲害的 很有趣的 阿尼克有這種 情緒的狀態 他就說自己是沒事的 其實呢 他真的受了傷了 好了 白尼克的症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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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受傷之後那種痛呢 最重要就是 不要動它 你稍微動它 它就會痛得很厲害的 OK 很多時候呢 你試過阿尼克不行呢 你差不多呢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 你想這隻 都可以的了 記住呢 不想動 動到痛 當然呢 本身有僵緊 有射痛 有時候呢 你碰到它 又動到它 白射筋的人呢 就是患者呢 在當時呢 可能覺得比較敏鎮一點的 還有一個症狀 特別的地方呢 那個患者呢 他就不想動的 所以呢 他有時候呢 他喜歡拿些東西 是包住它 壓住它 當然呢 壓住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不會動的 所以有時候覺得呢 用壓力呢 是按下去就會舒服 還有呢 拿些斌帶 包住它 他就會覺得舒服一點 主要是因為 包住了之後呢 他就不動得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 動得動的 還有呢 那個白射筋的人呢 就是 終於喝一些凍水 用一些凍水 大量的喝的 好了 接著呢 就是那個Lidham Lidham 我英文叫做Marsh Tea Lidham呢 這個 迷迭香 也叫做野生迷迭香 也叫做道香 Lidham的症狀呢 很有趣的 它扭傷之後呢 如果去看下去呢 你摸一會兒 你看一下呢 之後呢 沒有什麼呀 也然後又不聲的 涼涼涼涼涼涼呢 他的那個 就是不是特別黏涼涼sek 爲涼諸 Whoa 這樣 fifty 你会发现摸下去又不肿又不肿,又不肿,又不肿,但它就痛了,伤了很久 你问它,如果它告诉你,我唯一的舒缓是用冰水去敷它,就会好一点 这个就是Lidham的阵营力了 接着就是那种野角,Rust talks Rust talks,记住是一个,我们叫Rusty door 有时候记得是一种山寿的门教 山寿门教通常是很僵硬,初初开山寿门,初初动它很僵硬 但你越动就越好的,越动就越顺,所以患者都是会感觉的 就是说我就是很僵硬,我经常想拔一下它,伸展一下会舒服的 坐下来就不行了,通常它会发现,它动的时候,那关节是有点点的 有点点的声音的 通常的受伤都是因为筋,肌肉,来到过度劳动,弄伤 因为它经常觉得坐定地不舒服的 所以发现它经常这样,换来换去,一会这样坐,一会这样站 它不会坐定地在某一个地方的了 还有呢,山寿门教,热是舒服的,它用浸热水,冲热水量就会舒服的 冻是不舒服的,也正常啦 就是肝脚的人,通常会舒服的 通常会舒服的 好了,接着就是Ruta,那个云香 云香通常是屈肌, flexor tendon 就是屈肌的根基,关节,软骨,骨膜,或者骨的表面那里是受了伤的 通常可能会是执触过,或者是手腕 它就觉得冤痛,好像是乳伤,也有一种不安的 就是好像Rutertox那样,想动一下它才会舒服一点 还有呢,很多时候Ruta,它会感觉它伤了之后呢 它会觉得很累的,很重的 但是有时候就会,好像突然之间发现是没有力的 这个也是云香的主要症状 它也都是好像那个野角那样,就是乘身都觉得很僵硬 但是呢,僵硬得来,它也是想要不安动一下它 这样才会舒服的 这个好像一些Tennis Elbow,这些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云香这个疗剂 在我们过去经验里面,就是运动的人 这几只疗剂基本上都可以处理你大部分的运动創傷 那当然,除非运动骨折骨短,有另外一组的疗剂 那测浪外有机会呢,都可以教大家怎么去应用的 嗯,好啊,那今天袁医生帮我们说了这个呢 扭伤,拉伤这些呢,很多时候真的做运动啊 或者有时候走过街啊,线一线啊,这些这样的情况 都很容易发生到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及早处理 用这些疗剂这样去,即是很快脆了,那已经处理了它的时候呢 那就不需要再拖到那么久呢,大家就是 饱受这个辛苦,辛苦啊,痛啊,那样的 那如果懂得运用了疗剂呢,就令到我们的生活呢 更加是暢快些,更加呢,可以享受到我们健康快乐的人生的了 很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关于疗剂啊,或者是一些健康产品的 可以联络回到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